县府举办参访企业标杆学习活动 秘书长洪睿智率领县府40多位局处长与科长 参访位在南钢工业区的茂顺蜜蜂原件公司 该公司除了重视员工福利之外 在创新与社会责任也投入了心力 县府希望借着参访活动提升县府为民服务的品质及竞争力 县府秘书长洪睿智率领县府团队科长以上主管 参访位于南钢工业区的茂顺蜜蜂原件公司 洪秘书长表示 一些管理与政府的公共管理有很多相似之处 为了多角化发展引以市场趋势 茂顺的产品从优风扩大为蜜蜂原件 扩大经营层面 因此政府也应该顺应民众需求调整政策走向 带动地方发展 今天我们县政府人事处 举办一年一度的企业标杆学习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今天所选择的企业是 茂顺蜜蜂原件科技股问有限公司 那我们知道这个茂顺蜜蜂原件科技股问有限公司 是我们国内最具规模的一个蜜蜂原件的一个公司 所以我们知道企业的不管它的创新 弹性有效率 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县政府来学习 那我们知道公司的治理就类同于我们政府的公共治理 我们可以从这个我们标杆学习的一个企业 成功企业 卓越的企业 优秀的企业 这些里面从他们的愿景 价值观 还有经营的哲学 让我们都可以学习很多 那我想县政府的同仁 透过今天的一个参访活动 一定学习到很多 创新弹性有效率是冒顺经营成功的原因 冒顺从40年前治本额10冠元 到现在林燕额26亿元 一步一脚印 转住本业 不断学习成长精神 值得县府学习 冒顺总经理石明耀表示 很多些县府团队前来参访 企业在许多层面需要政府协助 需要透过经营管理经验的交流分享 提升彼此在管理经营上的竞争力 另外该公司在赚钱之余 也不忘回馈相里 冒险在2014年 台湾灯会捐赠100万元 以在今年的南口灯会捐赠60万元 向尽企业的社会责任 值得嘉许